Hello,大家好,我是河马夫人Martin 向大家隆重介绍 今年暑期河马独家代理户型最棒的一套 适合投资也适合自助的中小户型 148 Anthrology 这个房子位置非常好 你看现在阳光洒在整个外墙上 它的斜对面 我放大看一下,就是社区公园 可以看到视频中有儿童playground 有狗狗 有很多悠闲玩耍的人群 这个社区公园 我带我们家老二也经常过来玩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室内1849尺 三房3.5位 可以说是最佳户型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进来看一下 一楼客厅部分,餐厅厨房都是木地板 左手边有一楼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跟楼上的主卧其实差不多大小 房间里面的地毯 它有独立的衣帽间 衣帽间里面卖家放了一个患药布的床 这是一楼房间的卫生间 是淋浴房 一楼房间的窗户 其实就能够看到社区公园 能欣赏夕阳 可以看到这个采光 三房3.5位一楼是一个房间 套房加半个卫生间 这套房售价180万不到179万8 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房子 作为最佳户型的最大特色 它拥有挑高的客厅 两层全尺寸挑高 在尔湾不到200万的房子中 能够买到这样挑高户型 是非常少有的 来看一下它的厨房 白色橱柜 白色倒台 干净整洁 在厨房洗菜池 洗手池这里 就能够看到夕阳 能够看到对面的社区公园 我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对面社区公园 好 这是炉灶油烟机 它的建商是California Pacific 哥尔湾公司 兄弟公司 这是餐厅部分 玻璃的餐桌 简约大方 窗户很多 可以看到现在阳光是撒进了整个客厅 它有一个大小正好的一个院子 采光也非常好 屋主放了休闲的桌子和椅子 还能种一些花草 好 我们在这边再欣赏了整个挑高的客厅 以及它的阳光 采光非常棒 斜对面就是社区公园 当年这个户型我们自己也排队了 我也想买 但是没有排到 据说排这个户型 就要排半年到一年 这是一楼的半个卫生间 所以一楼是有一个套房 加半个卫生间 这是车库 好 我们到二楼看一下 这个户型 在社区建成交房之后 这是第二套拿出来卖的 非常吸收 是当年的户型山 这个紫色区叫Montara 楼上的采光更棒 上台之后右手边是一个loft 当时建商给option是这个loft可以变成第四个房间 带卫生间 如果升级为第四个房间带卫生间的话 这个房间就变成四房 4.5位 现在是三房3.5位 采光非常好 这个loft是西南朝下 屋主是一对很有爱心的年轻夫妻 他们自己搭建了这个埃菲尔铁塔 这个很雄伟 也非常耗时间 他们很有耐心 好 这是楼上loft loft跟楼下的客厅 两个客厅是可以互动的 好 楼上还有两个套房 加上洗衣房 这是洗衣房 这是第一套房 旁边这个应该是主卧 跟楼下的位置 跟楼下房间的位置差不多 但卫生间更大一点 我们称为大主卧 楼下是小主卧 这是一个双主卧 跳高的户型 跳高客厅的户型 好 这是一个儿童房 放了一张儿童床 有很多玩具 墙上放了长颈鹿的画 还有长颈鹿的 很有可爱造型的 加一个雕塑 楼上都是地毯 这是楼上次卧的卫生间 卫生间里面是地砖 这里是一个布鲁衣帽间 也很大 里面放了屋主的孩子的衣服 我们就不详细拍摄 好 这是楼上的次卧 我们看一下楼上主卧 可以看到阳光是照在墙壁上 非常漂亮 好 这是主卧 主卧的窗户是L型的 非常大 在主卧的床头 也是可以直接看到夕阳 我来欣赏这个采光 这个树木后面就是社区公园 在一楼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 主卧里面 卫生间也是地砖 两个洗手池 里面有 这是衣帽间 也是有屋主的衣服 所以我们不详细拍摄 这是淋浴房 里面还有卫生间 卫生间是带窗户的 好 这是河马独家代理 今年暑假隆重上市的一套小毒洞 位于尔湾Portolas Prince社区 它之前的紫色区是叫Montala 建商是California Pacific 我对这个社区非常熟悉 我们帮客人买了好几套 曾经我们自己也想买 但是建商还是比较严格的 要求我们硬排队 也不给我们任何机会 这个户型山是有挑高的客厅 双主卧 楼上主卧大一点 你楼下主卧稍微小一点点 它这套房子位置特别好 是原来要满间的对面 就在社区公园斜对面 室内是1849尺 三房3.5位 要价上市价格是179万8 好 有兴趣 河马经济能看房 这套房子还能升级为四房4.5位 好 谢谢大家